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V 兩年前我們就開箱測試了 Power Living TP08 冷暖二合一 無葉座地風扇 機身限位 可以冬暖夏涼 四季都適用 今次我們就收到它的升級版 Power Living TP08 Plus 到底一部冷暖風扇 還有什麼可以升級呢 今次這條片會實測一下它的功能 以及看看一年四季 怎樣才可以好好利用到這部機 發揮它最大的功能 夏天 先看看夏天 當然就要看看它的風力夠不夠 今次的升級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它的風力 增加了30% 用測風機試一下 1級和10級的風力 再看看1-10級風力增加的幅度 只看這個風力測試 已經可以證實風力的確增加了30%左右 風力就夠了 再實猜一下風可以吹到多遠 就算距離3米左右的紙條都可以吹得動 這個距離一般在客廳都夠用了 而送風角度就有80度的廣角 官方就說送風範圍可以去到250平方尺 所以夏天可以單獨用它 又或者配合冷氣做對流風 還可以省下不少電 秋天 香港的秋天大家都知道 一樣是這麼熱 不過都可以不用開冷氣 但就要有一部降溫能力足夠的風扇 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測試 看看這部TP08 Plus 熱水降溫10度的速度 和在沒有風的情況做比較 沒有風的時候就用了6分11秒 用10級風就只用了2分25秒 降溫的速度快了超過一倍 看到它的降溫能力都很好 就算在夏天秋天都夠用了 冬天 去到冬天 一部二合一的風扇 當然是好過一部普通的暖風機 起碼不用多買一部機 省省不少 而今次的升級版 在暖風功能亦都加強了 用的是PTC 陶瓷加熱 可以自由調節1-37度 加上有內置的感溫系統 當環境的溫度低過設定溫度 就會吹暖風 相反 高過的話就會吹涼風 確保可以恒溫在你設定的溫度 對於有特別需要控制溫度的用家 就更加重要 而且在暖風模式下 還會實時顯示環境溫度 確保不會太熱或者太冷 至於熱風的風速方面 就有三個 用熱成像而看看它的加熱速度 跟上一袋一樣 這麼快 可以3秒即熱 可以見到發熱的位置很集中 機身其他位置都不會過熱 我們實測放一個溫度計在沙發 用暖風風速3 大概43秒就上升了7度 加熱的速度都非常快 就是 春天 去到春天 潮濕的天氣 洗完衣服都不會乾 所以這部TP08 Plus 還有一個特別的用途 就是用來乾衣 測試下用了洗衣機 1000轉脫水之後的T-shirt 距離1米左右 用暖風3級來吹 大概25分鐘 基本已經乾了 可以穿得 看完它春夏秋冬 四個用法和測試 再看它的操作 機身有4個按鈕 遙控有多些功能 可以預設9個小時 足夠一般的睡眠時間 另外下面這兩個按鈕 可以一按去到最低風速和最高風速 方便不用逐一按 至於音量方面 三級風以下都很寧靜 而大風速就會大聲些 不過都不算太高 清潔方面 就跟一般的無熱風扇一樣 只要簡單抹一抹機身就可以了 到用後感 其實都用過Powerliving幾款的 二合一風扇 一直都有用 而今次這部機的感覺 就是風力的確大了不少 對於特別怕熱的朋友 其實都幾有用 配合冷氣去做對流風 還可以發揮到最大的作用 加上機身佔的空間很少 家裏有一部這樣的二合一風扇 其實都不錯 不知道大家有怎樣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有什麼想看的家電開箱呢? 記得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介紹 其他家品家電吧 下條片見